大家好,我是八雞兔子 首先,我们来表演个魔术 这就是今天的作品 七角环 好,下面也开始教程 今天这期视频没有做准备 所以直接拿一坨球就上了 这是我第一次从一坨球的状态开始做 好,话不多说 先抽拉出一条单链吧 这一步没什么捷径 耐心地吸,抽,拉就行 这次七角环的做法与六角环有点相似 好,差不多了 先弄这么长 我们先做一个小七曲面 数七颗球绕成环 然后在外面错阶绕十四颗球 注意看我的手势 稍微倾斜一点 更容易绕出来 因为小七这是一个曲面环 不像小六,是很平整的 接着再绕七十四 二十一颗球 十四颗球绕对了 这二十一颗球也很方便 同样的方法 同样的方法再做一个小七曲面 第二遍做 会比第一遍更加熟练了 一二三三七二十一 下面我们要做双链二十一颗球绕成的环 环一环之间也是错阶哦 接着我们要把它们错阶组合 因为我把小七曲面 硬拉成了平面 所以中间会有缝隙 看起来不太稳定 这是正常的 接着我们连接另一片 注意要照着这个三角形连接 局性不对的话 翻个面就行 再说一次 要对准这个三角形 不要连接错哦 最后这个封口稍微有点麻烦 耐心一点 这就是七角环的基础骨架了 接下来我们要在外面绕啊绕 这个绕的时候是有感觉的 大家上手以后就会明白的 是错阶啊 这个作品都是错阶结构 这是绕完一小圈的效果 接着再绕一小圈 从这个小三角形开始会方便很多 这个走线看起来很复杂 但是其实等你上手以后 你会发现 它的磁力会带着你走 两小圈绕完 再绕一圈 这个地方有点错位了 不要紧 等一会儿可以修复的 把这个位置的两个三小形上下分开 OK 这其实已经是一个成品了 我们只要把最中间的7加14颗球拆掉 就是一个环了 我把这个步骤放到了视频的末尾 我们先接着往下继续绕 我们还可以再绕两小圈 依旧是错阶 依旧是顺着磁力的感觉走 不要担心做错 如果前面的步骤都对的话 是错不了的 尴尬了 没球了 好 两小圈都绕完了 有点小错位 推一下就行 接着我们绕最后一圈 好 完工 中间的小7快要掉进去了 我得把它吸出来 去掉 反面的两圈小7也要去掉 我试试直接把它挖出来 OK 就这样 7脚环做完了 放桌面压一压 适当整形 这样就会更牢固了 凑紧一点 看看是不是很好看呀 我的磁绘量很穷的 只会说好看 其实我觉得7边环也挺好看的 那我们再拆掉 那我们再拆掉看看效果吧 这是去掉一层的效果 我们接着拆 这是再去掉一层的效果 我说的就是这个漆变环 小巧而且好看 OK 完工 大家可以举一反三 用同样的方法做再大一点 或者再小一点的漆脚环 漆边环 下期视频 我用另一种方法来做漆脚环 或者漆边环 想看更多好玩有趣的磁玩视频 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磁玩 有任何关于磁球方面的问题 欢迎与我联系 微信QQ同号825-220063 那么我们下期见